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其他的行业 而且呢 只是负责澳大利亚的中文客户 所以我从07年就是负责澳洲股票的中文客户 10年也是跳槽到墨尔本 然后15年呢 我到GoMarkets创建了新的中文部 我去的时候是一个人 现在呢 咱们有9个人了 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图呢 实际上今天的活动呢 我在6年前已经跟戴如顾比先生做过一次中国的巡回展了 那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头像 是不是 是不是很年轻 那时候皮肤又白 是不是 看上去最多也就是个25岁的样子 实际上那时候我是30岁 那现在过了6年呢 可以大家看到这个岁月和压力的沧桑体现在我的脸上 这就说明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同事跟我说 过了6年啊 你们两个头像的颜色是换了换了 他是越来越白 我是越来越黑 所以说这个当时 但是他当时非常非常准确的在2013年的8月份 他预计六大城市巡讲的时候 他已经公开说到他预计中国股市会有一波大牛市 那么中国股市真正的上涨实际上就是从2014年年头开始的 2013年7 8月份那个时候就是最低的时候 所以他这个从他的讲座之后我就觉得这么厉害 然后我就仔细的研究了 包括到目前为止我主要的投资策略 长期的进场出场点 实际上就是用的他刚才说到的代入顾比复合平均线和倒数宪法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说 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呢 刚才Jacky是90后 他是创新中有所突破 那么我是80后 大家可能在座的各位年纪比我大的 可能觉得80后还很年轻 那在我们看来呢 我已经36岁了 四舍五如都40岁了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年纪知道吗 40岁我再过10年50岁 在国内就可以有早退了知道吗 我如果这个单位效益不好 我可能会被早退或者是并退的 这是很危险的 让我很担忧 我很顾虑 所以说呢 我的策略跟他有所不同 我主要是以稳定为主 稳定 那么什么是稳定呢 其实我们知道啊 你要说没有风险的话 那自然银行存款是最没有风险的 3% 现在可能只有2% 再好一点的话呢 澳大利亚政府的信托项目 也是可以的 因为中国的话呢 你如果买了这个政府的信托 有可能它是成世纪的 它没有办法支付 但是在澳洲基本上来说 违约率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这个参与度呢 最低的投入是很高的 它是至少需要50万 所以对于散户来说呢 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稳健型 更多的指的就是 股票和主动投资上的稳健型 那我为什么 我本人会选择稳健型呢 主要是第一 本命年 虽然说这个大家可能要说 你来了澳洲18年了 怎么还那么迷信 其实做我们金融这一行 基本上都比较迷信 因为很多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预测到未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点心理安慰 对不对 什么心理安慰呢 比如说 我到佛光山去请一个佛像 放在家里 然后呢 我还会背金光神咒 这是道教里面最大的咒 金光神咒 而且就贴在我的办公室 后面的墙上 我们同事都知道 每天回去看一遍 金光神咒背一下 希望靠这种心理安慰 来帮助一下自己 包括呢 去我们Glennweather附近 有一个叫City Life 是Christian基督教 去接受一下熏陶 和关键是 他们的演讲技巧也非常好 所以我也去学习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第一 第二点呢 其实是本质上 我也赚过钱 我在0706年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读大学研究生 我就敢于把我的学费 全部压上去 去做一个消息股 消息股 而且这个股票我还记得 叫CFE Cape Lambert 是做矿的 西部 西澳的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我读大学那个时候呢 你只要在考试之前 把学费给交了 你就可以去考试了 所以这个中间 有三个月的时间差 所以当时呢 别人告诉我这个股票 他看到别人签约了 要收购 所以我就把我当时的 最后一年的 一学期的学费 两万多澳币杀进去 结果三周翻了一倍 变成四万多了 我就瞬间觉得 我自己就是股神在世 我一定可以再翻几倍 之后的话呢 消息股就是连买连亏 连买连亏 只中过第一次 之后全部赔个金光 还好把学费给交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消息股怎么说呢 这个概率 成功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这也是好事 我从07、08年 正式开始工作以后 我再也不买消息股了 所以我赚过钱 上过当 所以说刚毕业的时候呢 觉得自己可能是 这个澳洲名校毕业 是精英 应该怎么样 做四五化建设的接班人 等等等等 后来呢 现在发现 能人太多了 比如说比我还小的 黄真 大家可能不知道 拼多多的创始人 现在呢 80后 中国十大首富之一 所以你如果这个一比 比如说金三胖 80后 是不是 全世界最厉害的80后 当然不能跟他比了 我们只是说 其实咱们一定要低调 小心谨慎 第三其实也是跟年龄有关的 为什么说到这个年龄呢 其实就是一个容错率的问题 我经常跟我的同事啊 包括跟Jacky也说到 Jacky可能年纪稍微有一点点大 我们有一些同事 比如说今年是27、28岁了 我就跟他们说 其实在这个阶段 容错率很低了 比如说我刚毕业 21、22岁的时候 我犯错了 选择错行业 混个三年 24、25岁 我再挑一个行业 再犯一次错 我还是可以在30岁之前 选一个行业 但是到我这个年纪 36岁的时候 虚岁37 如果我犯一次错 我再去重新选一个行业 从头开始的代价会很大 这也是为什么 我到这个年纪 我现在很难回到中国的原因 我在这里积累的人脉 这是积累的资源 实际上 我一到换一个行业 换一个国家 就全部要放弃 所以在澳洲留得越久 你回国的可能性就越低 另外一个的话呢 也是我本人 其实不喜欢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虽然Jacky经常怂恿我 去买一点币 这个币 那个币 我怀疑他自己有操盘 他要割我的韭菜 你要想要割老板的韭菜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后来他这个币 也发生了一些意外 所以他也很伤心 现在他跟我们同事 另外一个做IT的同事 开始炒鞋 他说老板我也不炒多 我就拿两个月的奖金 去炒一下 然后呢 我真的看到他们 刚才有没有展示一张照片 居然买到了一双 那个红色的乔丹 那可是一万多澳币一双 他们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不能告诉大家 反正是IT的那个同事 设计了一套程序 可以在网上抢 抢的概率成功率很高 他们两个合伙 干这个事情 他跟我说 赚的要比咱们正常的工作要高 我说 小伙子有前途 好了 但是呢 我自己因为不擅长这些事情 我总觉得这个 没有核心竞争力 你说鞋子嘛 说白了一万多澳币 你就一双球鞋 我拿到深圳区那边 让一比一仿真出来 也应该不是太难吧 我也不用花一万多澳币吧 上面就是一点点的牛皮 涂一点颜色 是不是 弄两根鞋带 一万多澳币 想不通 因为我做事 喜欢找核心竞争力 它有什么是核心的 正品 耐克 这个是它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其他家 只有阿迪达斯 比如说是椰子鞋 其实我一直听到过椰子鞋 我上个星期才让同事 你给我打开一下 看一下椰子鞋 到底长什么样 打开一看 长那么难看 他说你要不要买一双 我绝对不要买 这个我个人是 这个觉得 当然了 在座的各位 如果有炒鞋的话 应该是很成功的 我们就不说 好了 这个是2018年到现在 我推荐过的八个主要产品 有失败有成功 BHP 澳洲电讯 Telstra就上一 咱们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 重点开始推的 主要原因就是 华为被迫退出5G建设 所以Telstra呢 有六个月的5G的垄断期 垄断期 到今年12月份的话 Optus已经出了5G了 所以Telstra已经没有垄断 AMP是我去年亏的最多的 但是我在广播上也公开说到 我在一块七毛八再一次进场了 英镑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 刚才Jack也说过 Afterpay A2 NAP和石油 这几个产品呢 是我重点在过去看好的 我们来说一下 稳健的回报率是多少 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 虽然说我们在今年运气比较好 总体回报有31% 但实际上这回报率 是比较偏高的 比较偏高的 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说 我投1万块钱 我想赚10万 有没有可能呢 正常来说 这个可能性就在赌场和赌票 股票 而不是在彩票上 因为我们知道10倍的回报 我们怎么说呢 你运气好可以买到Afterpay 一年可以10倍 但是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年年10倍回报 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1到5倍的回报 比如说像前几年的A2 Afterpay 也不可能做到每年 真正的合理回报 在主动投资中 我们说的这股票 黄金 外汇 主动投资中 10到30 是合理回报 任何的数字 超过这个比例的 其实呢 都属于较高风险 大家心里这个预期值 一定要做好 你不能说 我今年翻了个倍 运气好 我买了个A2 或者Afterpay 我明年我还想翻倍 这种心态 就很容易让我们呢 陷入到这个陷阱中 或者说呢 投资的风险很高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 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就是每天看新闻了 学习啊 是不是 看新闻联播 这种都是废话 大家都知道 那么其实另一种方案呢 就是平时不努力 我们临时报个佛脚 就是看特朗普的推特 他有一句说 这个上一次 特朗普的那个推特 有一个人说啊 一顿风系猛如虎 涨跌全靠特朗普 说白了呢 从他上台到现在 虽然戴若古比先生 觉得特朗普的水平 在某些方面很低 但是在股市和美元利率 这两件事情上 特朗普做到了 或者说他做到了 他之前一直说的话 他上台之后 一直在推的是美股 一直要求美联储降息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经济在很强的情况之下 降了三次息 美国的股市还在创新高 至少是短期内 所以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 依然很高 就是说大家都赚到了钱 华尔街也赚到钱 美国普通散户也赚到钱 所以他一直以美国股市 作为自己的业绩 那么我们毕业 我毕业13年 06年本科 07年研究生毕业到现在 最大的心得呢 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 多读一点书 跟自己孩子说 很多人觉得 我只要做生意好了 读书无所谓 其实呢 我们知道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很大的 比如说在Box Hill 每一个商场里面 每一天有华人在抢奶粉 是不是 A2奶粉 经常被媒体拍下来 发到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上 这边抢奶粉打架了 那边又打架了 其实如果他们能够 知道一些金融知识 抢奶粉 为什么不买A2奶粉的股票呢 从17年到现在 咱们之前做过一个比较 每一个星期抢20罐奶粉 一年52周 周周抢 一年可以赚差不多一万多 两年算下来 两万五千澳币 周周抢 但如果呢 从17年买A2的股票 两块钱 到现在 今年最高是17块钱 2816 超过了八倍的利润 那时候的一万 可以赚到八万 所以很多时候呢 包括这个 像我们90后的同事 Jackie 炒鞋 这个我接受不了 炒币 当然我觉得这些 不能用大钱去做 但是我觉得用五千一万 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特别是当这个 我们说到 中国有句话 当风口来的时候 猪都能上天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鞋子 我觉得它最多只值100块澳币 它凭什么能够卖到一万澳币 其实就是炒作 那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价值投资 但有的时候呢 短期内炒作 也是获利的一种方式 但是资金一定要少 占我们总体的份额要少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 其实刚才这个 戴若顾比先生 我没有看过他的PPT 所以我今天翻译的 翻译的很累 他说到的一点很重要 就是学会判断局势 其实我也是觉得 我13年来错过了 很多大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几点 我们为这些错过的 小目标的机会 就是08年 其实呢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 它为了整顿经济 或者说恢复经济 动用的是量化宽松 就是印钱 那么人民币和美元是绑定的 美国印钱了 中国也必须印钱 那么中国印钱 大家想一想 中国人民币是不流通的 多了几十万亿的钱 去哪里 老百姓是不可能 他上面说的是四万亿 第一年实际上就是十几万亿 后面每一年是这个速度 多了几十万亿人民币 不能换成美金 它能去哪里 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 它必须有一个池子 让这么多的钱能够过去 从而那个时候的肉价 那个时候葱价 不会大幅上涨 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中国用的是两个办法 股市和楼市 来锁定大量的人民币 那么现在来看 股市这一摊已经挂了 只剩下楼市 所以从08年到14年到15年 这个股灾之前 中国的楼市上涨非常非常多 根本原因就是大量的印钱 需要有一个去处 可惜的是呢 像这种原理 大学里面没有教过 我是在 可能在过去两三年才知道的 如果我这些知识知道的早一些 实际上呢 如果我08年知道的话 那我可能就会动用杠杆 我就会说一幅家里面 多在北上广 广州除外 北京上海深圳 多买点房 杠杆满杠杆的情况下去买房 可能父母因为风险的因素 接受不了 但是我自己就会用杠杆 但那个时候我刚毕业 啥也不知道 很多东西书本上并没有教 包括像这个16年 比特币到0.5块钱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本来大家都会觉得 数字货币就是一个泡沫 一分不止 上了0.5美元 就是一个信号 就说明市场上 有一波资本 认为比特币是有值钱的 是值钱的 16年石油价格26块钱 要知道14年的时候 油价是140美金 它掉到26块钱 连成本 很多国家的成本 都是要四五十美金的 美国页岩油的成本 是38美金 它打到26美金 肯定百分之百会反弹 除非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 包括这17年 Afterpay 以澳元上市 一块钱 17年上市 到今年最高 37块钱 37倍 我们那时候买1万块钱 如果不卖掉 今年最高 就是37万澳元 当然了 这个都是事后诸葛亮 说了也没用 那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呢 有的时候啊 很多投资机会 就在身边发生 只是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它 之前不知道 包括我自己本人 也在这两年才打通了认读二脉 逐渐知道一些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啥 可能男生这个成熟的晚一点 所以我们的核心 我今天说的核心 就是戴罗顾比先生强调的 一定要有一个大局观 这个大局观 为什么说它有好处呢 小到喝酒划拳 大到吹牛装蒜 何时买房都可以用到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三个人划拳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有三个人 大家猜一猜 划拳几率最高怎么算 我没有 我不太会划拳 但是我划拳里面 一般不会 长期不会输 三个人划拳 如果是三只手的话 每一只手是零到五 对不对 三个人的话 就是零到十五数字 对不对 每个人出一只手啊 我们是每个人 以手指来算 就是零到十五的概率 三个人概率 最大的是多少 七到十二 七到十二 那么我首先就默认 三个人最大概率是七到十二 那我基本上出的就是二 三 二 三 或者最多出个四 我不会出零 也不会出五 我出了五 七很难到 出了零 就很难会低语气 第二 你可以通过看 查看另外两个人划拳的手势 看他们出的这个规律 比如说他们出的是喜欢大数 还是小数 从而来调节我们的最大概率 七到十二 往前靠一点 往后靠一点 一般十分钟之后 我就知道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就算是打麻将 划拳 你如果能够观察到局势 是有很大帮助的 之后呢 你划拳很厉害 别人会说 你第一次划拳怎么那么厉害 就有话题说了 是不是 我再教你一下其他几招 你要先请我吃饭 那这个是夸张了 我的意思就是 其实呢 很多时候 投资也好 观察局势也好 并不是那么难 我们的节目也一直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难 只要稍稍留神一点 那么其实现在的大局呢 咱们总的来说啊 并不是那么乐观 中国我为什么用到了内忧外患呢 我喜欢把事情想得严重一些 这样的话呢 我的期望值可以压低一点 那如果它之后好了 那我就很开心 如果我一开始的期望值很高 如果它好不了 我就会很失落 其实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我们都知道 GDP实际数字肯定是低于6的 GDP实际数字肯定低于6 消费目前是在下滑 而且这个非洲猪瘟蔓延得很厉害 大家可能不知道非洲猪瘟是什么引起的 主要是两个因素 第一引进的是俄罗斯的猪 第二是中国之前的环保政策 太过严格 大的三四线城市养猪场 一刀切全部关停 全部关停 导致了猪肉供应非常紧缺 这时候又跟美国打仗 怎么办呢 打这个贸易战 不能从美国进口猪肉 就只能选择的是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猪瘟其实早已泛滥 但这个时候呢 没有办法 这个是很大时候上由于政治决定的 我们跟俄罗斯的 引进它的猪肉是很大的是一个政治决定 但这个是敏感词 公开场合是不能说的 广播里也是不能说的 微信上也是不能说的 说了就会被屏蔽掉 第二新疆问题 民族内部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 这也是个敏感词 也要被屏蔽掉 第三香港持续暴动 上个星期美国通过了香港关系法 这也是个敏感词 也要被删掉 第四核心的核心 中国明年地方债有三万亿人民币到期 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到期之后只有两个办法 什么办法 第一延期 我欠你十万块钱还不了了 我再问你借十万块钱 前面的利息加上后面的利息 第二违约 这三万亿就是明年2020年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包括石鹤林教授也是说到 中国目前国内两个关键的敏感词 是不能提的 是什么 一个是社保 一个是地方债 这两个词在国内是不能提的 那么这个第五呢 大家知道人民币每年还在持续增发 但是人民币目前是不是自由流通的 我们的外汇储备呢 又没有增加 这就奇怪了 中国是个贸易出口国 也就是说我们拿回来的美金 理论上是越来越多的 那外汇储备为什么没有增加呢 就说明它的外汇在不断的流失 咱们都知道 小到我们在座各位买个房 大到呢 做生意买块地 都是从人民币 通过各种方法换成美金换出来的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资本外流 也间接导致人民币维持期的成本 非常非常高 你要守住期 就必须每个月抛售美元 买入人民币 第六呢 我们知道其实中美贸易战 就算是这次第一阶段签了字 它也仅仅只是个开始 去年有个人或今年年初有个人说啊 国内好几个人说 2019年或许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未来我们的国际形势 面临的国际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 这个并不是一个说效 可能在座大卫 各位我们生活在澳洲感受不到 其实在国内呢 GDP标识增长6% 但是就连腾讯华为都开始裁员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有6%的增长 业务在增长 我为啥还要裁员 不仅仅是国企 最好的民企 华为腾讯阿里 这国内最好的企业 都在裁员 这说明什么问题 他们预判到 或者已经发生 业务量在下滑 第七点呢 可能大家不关心新闻不知道 事实上现在除了特朗普以外 从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到他的国务卿 到美国的议会两党 都是公开敌视中国的 已经不是意见分歧了 是敌视中国 包括这一次香港法案的通过 在美国的上下两院 是零票反对 这是非常夸张 有一票 有一票好像是弃权而反对 几乎是全票通过 所以已经不是少数人 或者是一小撮 他实际上在美国两院 已经造成一个印象 中国的崛起 会对美国直接造成威胁 所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不管是谁上台 对于中国的遏制政策 都会继续延续 所以我们生活在澳洲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 但是由于我们的身份 是华人的身份 如果中国和美国 未来的这个关系继续紧张 澳大利亚毫无疑问 是选择美国这边的 他就算想赚中国的钱 在政治上 在国家安全上和外交上 是铁定跟着美国了 我们华人在澳洲的地位 或者说受到的社会的压力 是会越来越大的 包括现在其实啊 这个可能在座的不是 如果在座各位是 当地侨领的领袖 比如说是什么什么同僵会 如果这个会非常大 是会长的话 你一定会被约谈的 一定会被约谈的 只要这个会的规模一定大 如果你是有海外政协身份的 那你就是上了黑名单了 不是黑名单 是关注名单 我知道有很多 墨尔本的大的侨会的领导人 其实是海外政协委员 海外政协委员 那即使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对于澳洲来说 由于有12345这些先例 包括美国的施压 他对于咱们在澳华人 这个统治和之前相比 会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我其实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我们跟老外公司 大的公司打交道的时候 能够感受得到 虽然现在还没有明说 因为他们很多的市场 很多的客户是来自于中国的 但是他们是很小心的 关键的领域技术职位 尽量现在都是避开华裔的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现在是目前的局势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2016年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差点干起来 我们知道当时 之前中国飞机会撞了一架 美国的侦察机 把它撞下来 我们是牺牲了很多的 包括一个飞行员 在2016年南海的时候 这幅图是真实图片 中国的军舰是后面那艘 美国的军舰是前面那艘 中间相差多少呢 40米 40米 当时我们知道 我们在南海 是不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 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南海上划了九段线 美国说你这个是公海 他把两个航母舰队开进来 中国凝聚了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 三大舰队出去 虽然没有打 但是说把它给我撞出去 所以当时差了40米就撞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中央一台依然在放什么呢 在放熊出没 所以大部分的咱们普通群众 是不知道局势有这么严峻 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也正是这次中美南海对峙之后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前因后果 中国当时已经摆出了 我要跟你拼死一搏的做法 我把所有的舰队摆出来 中央器台在放东风第21发射 你美国两个航母舰队过来 大不了我就跟你死拼了 美国觉得我为了几个岛屿 跟你打一仗 不合算 所以就撤 当时这个事件是这么个事件 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 就从那一次事件中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只是咱们在座的各位 不知道当时的局势有这么紧张 我只跟大家普及一下 我们要知道前因后果 所以说中国现在实际的GDP 包括的工业数字是在下滑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对华的压抑政策 或者说这个叫做打压政策 很多的东西美国货不卖给我们的 东西卖过去要加税 影响了中国经济很大很大 我们这不再重复了 那么为什么过去十年的经济 这个消费都可以 现在不错呢 现在都不行呢 核心因素就是杠杆已经用完了 我们知道经济来自于三方面 投资外贸和消费 外贸被美国打压 投资受到了中美 这个也是出口的影响 最大的现在的经济增长点 来自于国内消费 那现在呢 过去的20年 咱们知道 如果你在北上广一线城市买一套房 基本上你未来30年的消费 就被限制住了 那到最后现在呢 连底层老百姓 都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花呗 或者说白条 也就是我们说的小额贷款 这就说明一个情况呢 就是国内的消费已经 不仅仅是公司层面 中层阶级 包括底层老百姓 已经被透支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局面 现在是比较麻烦 那么L型底部未来 如何能够走出来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民企 第二中美 民企怎么样呢 就是要恢复民企的信心 我们知道在座的 各位有很多可能在国内有投资的 有实业 为什么移民到澳洲 咱们扪心自问一下 除了空气和水以外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于自己资本 资金的安全性 我打了半辈子的攻 江山 创下的业 随时有可能 被没收了 咱们说的不好听一点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美的关系 也是直接决定了 L型底部和深走 大家会觉得 我这个怎么那么压抑 怎么都说不好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一点 我们投资也好 就像刚才 戴沃顾比先生也好 他先看的是 止损点在哪里 如果没有止损点 他就换一幅图 不看 我也是把最坏的情况讲出来 最坏的情况 实际情况是这样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我们再做 所以很多的公司也好 很多的人也好 卖的都是卖的 这个饼啊 卖的很大 未来一片大好 这个现在投了 肯定能够致富 等等等等 我个人的风格不是这样 我喜欢把坏的东西 都讲出来 那么我们能够接受到坏 心理预期有了 那么之后 真的发生了这些事 我们就不会乱 那么澳大利亚的情况呢 其实应该说是 全球比较幸福的国家 第一产业农业 第二产业制造 它制造业 几乎现在已经没了 但是它的矿业非常厉害 第三产业非常强大 商业 金融 地产 这些都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局限呢 其实就是人口 只有2500万人 你再怎么消费 也只有2500万人 所以这个市场 没有办法做得太大 你只能依靠外部的消费 刚才顾比先生也说到 以后的投资可能会考虑一些 focus 就是关注在澳洲本地消费 和本地客户的 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只针对2500万人 这个消费有巨大的上限 有一个天花板是看得到的 它只有2500万市场 所以说澳洲现在的降息的核心 就是在压低澳元资产 我为什么要降息 澳元便宜了 澳元一便宜 澳洲的房子 以美元来看就便宜了 澳洲的股票 以美元来看就便宜了 那么澳大利亚 所有的国内的资产 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 就会显得 比之前便宜5%到10% 这就是一个投资机会 所以股市会上涨 房价会上涨 这个前后的关系 是这样出来的 那么美国最大的情况 其实现在美国是 鼎盛时期 我们要知道 07年金融危机到现在12年 美国目前的经济 是鼎盛时期 它在鼎盛时期的时候 再次选择三次降息 其实就是要维持 它的最强的地位 目前美国的地位 还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中国以后 会不断挑战它的地位 我们要知道 这个市场的核心因素上涨 是来自于信心二资 它降息也是维持 为了巩固市场的信心 所以说我再做一次 祥林嫂 跟大家说一次 在欧美股市情况下 降息开始 降息的开始就意味着 股市的上涨 房价的上涨 只要这个政策不停止 上涨的趋势就不会停 那么美国和澳洲 目前都在降息 而且没有停止 所以说除非我们看到了 澳洲不再降息 或者降息没有用了 这个时候 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 我判断现在澳洲的股市 还能上涨 最大的原动力 只要中美签了字 澳洲的股市一定创新高 99%吧 不能说一定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 说了那么多 大家都很闷了 那我到底投什么产品好呢 你说了那么多 不要那么多废话 告诉我 投什么 回报率多少 能不能保本 是不能保本的 在澳大利亚市 所有产品都不可能保本的 银行可以保你100万 每一个账户 100万资金安全 这是澳洲政府担保的 但是如果你是高净值人群 也不保 普通人保到100万 好了 最重要的环节 我们先插播一条广告 GoMarkets有一个 30岁的员工姓男性 这个征婚广告 是广东籍 这个风控交易员 拥有墨尔本大学 和硕士的学位 现在有澳洲绿卡 收入也不错 身份也不错 所以各位 如果有合适的人选 不妨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不是Jack Jacky很优秀 他早就被预定 多位预定了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他是风控交易员 他不出来在后台工作的 但是我们是为他未来考虑 所以特地在这一场活动中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是一个笑话 但同时也是一个事实 好了 那么澳大利亚降息 其实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两个 股市和房地产 所以这个其实从我们 六月份降息到现在 股市的走势和拍卖率 都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降息之后 谁最开心呢 在我看来就是 跟土地或者说房地产 挂钩的上市企业 那这样是不是又是上市 又是土地 或者说房地产 所以找这样类型的 在我看来 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 第一 四大银行 大家可能会觉得 YSPAC被罚了这么多钱 你还看好YSPAC吗 我很看好YSPAC 第二 商业地产 工业用地 第三 地产上市基金公司 第四 卖房网站 谁是卖房网站 realstate.com.au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网站有多么暴利 你放一条最小最小的广告 它收费是1280澳币 最小 你放一条正常图片的广告 收费是1900到2100 你如果想在第一版 大一点的图片 收费是5000到8000澳币 一个房子 那成本是多少呢 它额外放上去一个房子的成本 是零 所以挂牌的房子越多 房源越多 realstate.com 收入越高 2019年 我的选择公开的 这都是公开的 我的选择是 国民银行 Macquarie Bank 加上GMG GMG是工业用地的最大的巨头 在2020年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年6月 这个活动 我的选择是 IFL WBC 和AMP 在大盘股上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IFL是什么公司 它做很多事情 它做商业地产 也做养老金 也做商业地产投资 Westpac 我为什么现在要买 我实际上买它 就是在它要被罚款的时候 它在两周之前 融资我们知道 是以25块三毛钱的价格融资的 后来呢 它的股价 因为除了这个2300万次罚款 要被罚死的这个新闻之后 它的股价是跌破了增发价 跌破增发价 大家觉得Westpac 有没有可能倒闭 是绝不可能倒闭的 就算这次2300万次的违规 也不会让它倒闭 所以这一点 就是我的核心买它的原因 那么第三个是AMP AMP因为我去年亏了30% 所以我一直很恨它 这一次在1块6毛钱 我没有进场 1块7毛钱 我也没有进场 一直到戴若顾比的 推出的那个倒数线 出现了信号 是1块7毛5 我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说 1块7毛8收盘 当时收在1块7毛8 我说可以在1块7毛8进场 而且我自己也买了 那我们6个月之后 再来看到底赚多少 这个是20AMP 在2018年的走势图 我们看到是一路下跌 这个图就是用到了 戴若顾比的负荷平均线 红线组 蓝线组 上面两条黑线呢 叫做维加斯通道 一目了然 很简单 咱们没有做过任何 经济投资的朋友呢 只要价格超过了 这个所有的线 就是买点 现在的两块钱 就是它所有的分界点 如果两块钱能够突破 到两块零两分 维持两至三天 收盘不跌破 我们就可以考虑进场 这是最保守的做法 那么我的1块7毛8的来源呢 就是来自于红线组 击穿 蓝线组 那个时候是1块7毛8 而且符合了顾比倒数线法则 那么我个人交易记录 2018年10月24号 我很倒霉的是 在它暴跌前一天买入 第二天就亏了30% 我在2019年2月4号割肉 亏30%割肉 卖出价2块2毛6 当天买入的是A&P 是那个Afterpay 然后我赚了30% 几乎拿回本之后 把Afterpay卖掉 然后我毁死我了 这个但不去说它 所以我在10月22号的时候 在广播中再次说到 1块7毛8进场 是23号的早上 公开的这个成本价 那我们现在再说 如果你再保守一点 1块7毛8没有进场的朋友们 可以在2块0两分 站稳之后进场 这是一个保守的做法 最后快快地说一下 黄金和澳元 大家都知道黄金呢 其实在过去的20年 可以说是稳定增加的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突然下跌呢 就是那段时间 当美国取消了量化宽松 大家记住 当纸币不值钱的时候 黄金就上涨 这是大规律 纸币不值钱 黄金上涨 那么纸币什么时候 是不值钱的呢 降息 印钱 所以在大的降息环境下 在印钱的环境下 我认为 纸币以外的值钱的东西 会上涨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 看好黄金的三个原因 利息在下调 澳币在不值钱 英镑不值钱 美元在不值钱 这个时候 纸币以外的东西会值钱 第二 中美不确定性 现在来看这个协议 第一阶段协议 不知道能不能签下来 第三 美国也开始三次降息 这三点 是我看好黄金的原因 那么说一下 澳元什么时候会反弹 大家都知道 澳币的三个因素是什么呢 中国的经济 澳元的加息 和美国的加息或者降息 中国的经济刚才说到了 未来明年肯定比今年要差 澳元明年还要再降息 美国还要再降息 所以这个正反的比例呢 前两个对澳元是负的 后面一个对澳元是正的 总的来说 我个人觉得啊 中国的经济 什么时候走出L型底部 澳元什么时候开始最终反弹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人 澳洲联邦银行的行长 叫罗行长 他中文我们 英文名大家记不住嘛 我们以中文名来记 叫罗行长 罗行长现在的想法是 经济不好转 还要降息 降到不能降了 就印钱 他的观点很明确 很公开 所以大家记住 澳洲经济不好 还要降息 降息降完了怎么办 印钱 那印了钱就说明什么呢 印了钱就是量化宽松 房价继续涨 股市继续涨 但是这是一个泡沫 我们知道 但至少在泡沫结束之前 我们可以用它来刷牙 这是澳元走势图 99年开始最左边 到现在 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怎么这么高 那么高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钱不值钱 量化宽松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美元量化宽松 当时的澳币并没有降息 所以澳币跟美元最高比例 达到了一块一毛二 接近一块两毛钱 那么现在呢 一路下滑 我觉得未来还要下滑 好了 最后说一下我们简单的优势 大家在澳大利亚或者墨尔本 做股票交易 外汇交易的话呢 可以选择我们主要的因素 第一方便 不用英文 我们有全中文的手机和电脑操作 每天有中文的短信 和中文的股票报告 第三呢 就是我们的中文分析师 会给大家电话下单 电话辅导 便对面辅导 都可以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提供我们的推荐 有错也有对 但是从现在来看 2019年 大部分还是赚钱的 那么这个是个价格的对比 HomeSag是20块 我们是10块 这些呢 这个刚才Jacky已经说过一遍了 我也不再重复了 核心因素呢 就是价格优 服务好 公司是98年成立的 简单说一下的是 就是现在 做的还不错 托大家的福 做的还不错 赚点稀饭钱 真的是稀饭钱 我们10块钱一次手续费 外汇的话是3块钱 黄金的话是一毛五分钱 你得做100次 我们赚了是 15块钱 黄金 所以这个100次交易 我们赚1000块钱 还得那么多人分 还有公司固定成本 能赚多少钱 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靠量 做我们这个这行呢 就是要靠客户的交易量 那这是我们的标准服务 每天早上 如果在座的各位没有听的话 可以听AM1341 3CW的节目 我们每天早上呢 都是讲的很风趣幽默 这个每天早上录音 会在我们的官网上播出来 包括每天的财经访谈啊 一对一啊这些 大家有空可以去一下 GoMarkets的澳洲中文官网 上面内容是很多的 错过了早上的节目 可以在上面后续听 包括我们那些中文股评 会露出一个头 什么叫露出一个头呢 会给大家看到一部分 那么这个如果要看全部的话呢 就需要联系我们 这个是每周的课堂 和一些中文分析报告 我们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 其实也就是因为 拖了华人在澳洲 不断增加的福 十几年前我刚来这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华人 现在咱们华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市场 越来越多 但是它有上限 我一直跟我们团队说 墨尔本和悉尼 不可能每年增加几十万华人 所以咱们呢 做到未来之后 还是要 还是要做老外市场 最终是 这里是老外比华人多 但我们是老外公司 只是我们负责中文客户 那么这些是我们的 股评的一些简历 比如说是阿里巴巴 这是比如说是Afterpay 我们都有关注 或者是发给我们的客户 所以大家如果是 我们的客户的话呢 可以联系自己的客户经理 我们每周会有两篇的 每两周会有五篇的 这个分析报告 收费呢也很便宜 刚才说到了 澳股呢是十块钱 万分之八 每股的话呢是十五美金 或者是两美分 外汇的是三块钱 黄金的是一毛五 都是稀范钱 都是稀范钱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在座的各位 我一月份买一个股票 十二月份我再卖掉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也要体谅 我们辛不辛苦 你看 星期天 我在这儿这么久 你说你一月份买一个股票 十二月份卖掉 行不行呢 也是可以的 但我 就是您总共让我们 赚了二十块钱 我还得分掉很多固定成本 我们最终可能赚了 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是六块钱 一年赚六块钱 行不行 也行 苍蝇肉也是肉 是不是 大家如果一年买一次 也来找我们 是不是 我们可以 您今年一年做一次 明年可能一年做两次 十年之后 到我五十岁的时候 您可能一年 就可以做一百次了 我这个人心态比较好 在澳洲嘛 你也赚不了大钱 对不对 咱们做做小日子 就可以了 当然 服务要 核心要好 那么我们现在有个优惠 在十块钱的基础之上 再打半价 这个是 我的老板要跟小姨子跑路了 现在通通半价 老板跳楼 通通半价 这个国内就是这样卖的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 五块和十块 本质上没有差多少了 反正 所以在年底 充业绩 所以降价一半 只要五块钱交易一次 我们的成本大约是三块五 我们赚一块五毛钱 再分给客户经理一部分 公司实际赚 大概是一块钱 每股交易七块五毛钱 成本六块钱 我们赚一块五毛钱 那核心的是呢 赚多赚少 一块两块的都不是要点 希望我们的推荐 能够帮助大家赚钱 好了 这是重点 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本人 股票 目前持仓情况 大家很多人说 你说了半天 你自己能不能赚钱啊 这个是我今年年初 到现在 卖掉了一部分 目前还持有股票的盈利情况 红色的是亏钱的 ANZ是亏钱的 那我买了一些什么股票呢 ANP 一块七毛八买入 目前盈利13.5% ANZ亏5% BHP赚13% COASE 超市赚19% 联邦银行赚2.5% 这个IFL 是我重点看好的 赚了30% 然后呢 Macari Bank赚了25% National Bank 我一直看好的 这是配股以后 我赚的是2% 加上配股的6% 5点几 实际上是7点几 Real Tinto 6.3% 看上去的回报率 是不是都不太高 对吧 但是合起来算 其实 我年初的10万块钱 现在是13万6 13万6 其实我们推荐 跟大家每个月推荐 我自己也在买 有的时候 他们推荐的 这个鞋子我买不了 我不炒鞋 我也不炒数字货币 我也一直喜欢参与股市 我们不能保证 每年都能赚钱 2019年 为什么能够达到 这个业绩的核心 就是天时 是关键 换句话说 就是降息三次 降息三次 风口起来了 猪也能上天 我跟很多客户说 降息之后 你前10名的股票 你都买 最少六个 能够让你赚钱 因为降息 股市上涨 房价上涨 降息不停止 趋势 不会改变 这个是核心 那数字货币呢 我不太懂 所以说 我一直没有做 也错过了一个亿 然后黄金 有一部分是亏的 我们也实话实说 在1475 1500多的时候 我会是亏的 那么这个就是 在各位带子中 都有的 我们2019年1月份 从18年开始就有 17年就有 推荐所有产品的时间表 和现在的价格 这个在各位 所有的带子里 都会看到 统计价格是 11月15日截止 所以我们是很公开的 我们推荐的业绩表现 大家可以在 这个表格上 看得出来 所以也希望呢 我们的服务 和我们推荐的产品 能够帮助大家 至少在年底呢 给家人买一点礼物 是不是啊 或者呢 请我吃顿饭 是吧 最近不要请了 现在我今天 扣这个脖子非常紧 说明我已经很胖了 所以我准备 下个星期都吃素 好了 最后我们活动 之后 欢迎您联系 我们的工作人员 周一到周五呢 可以到我们公司来 讲解或者调试 这是我们的二维码 各位也可以扫 这个手中的反馈表 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预约咨询